剛剛走過來找到這個叫Hedgehog的蘑菇 它生在松樹林裡面 先拔起來 你看看 下面是這樣的 好像刺蝟 好像箭豬的胃口 又像的 這個是Season的蘑菇 Hedgehog 這裡有 這裡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那邊可能那隻也是 我們現在 這是我第一次來的樹林 Forest 然後第一次摘到這個 Hedgehog 聞一下它的味道 很淡的 普通的蘑菇味很淡很淡的 我都會摘回去的 唉唷 它就生在這個樹頭這裡 我想這附近還有一些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這幾個也是 這個剛剛生出來的 這個也是 我不摘它 這裡有一個 你看 你看它的菌絲 這個應該可以摘的 這個夠大 就摘這個 它的菌絲在下樹下面 這裡有兩個小的 小的我們不摘 我想這附近還有的 可以再去看看 這裡有一隻太老了 就不摘 然後那邊 一會兒走過去看看 放進我的籃子裡 一會兒披了頭 這些就是 蟲乳菇 它的奶油是橙色的 你看到它流出來的汁液是橙色的 那就是 它的身份就是很容易認的 這種 和這種蟲乳菇 這種Hedgehog 都是很容易認的 因為它是有特別的 身份特徵 這隻是Butter Mushroom Buttercup 我看到很多 所以都摘一些回去 不過它是比較脆的 所以就 不可以拿來炸 炸就沒有了 風乾也會沒有了 如果你即時拿來煮蘑菇 煮了它 之後再和其他混合在一起 其實它是OK的 因為它的香味很濃的 我們現在繼續摘其他Hedgehog